這個明天很關鍵 藍營要公佈了這個 到底真招誰當總統 但這個我們等一下 好就放甕底 等一下再請文英傑幫大家解說 不過現在看一下這個 賴清德現在似乎又有一些些的作為 讓大家討論度蠻高的 就是因為說他前幾天去基隆參訪的時候 他說要來提振地方經濟 結果隨口一講 我要來成立專案辦公室 幫助提升地方的發展 結果大家想一想 這個綠營執政七年以來 不管是專案辦公室或是國家隊 數一數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我們統計一下 光是國家隊有超過30個 專案辦公室有超過10個 為什麼要再成立 該不會又是拿來操弄選票的工具吧 明君你把答案給講出來 我必須這樣講 在我們今天在評這個時候 今天的一些新聞 當然我們看到股神巴菲特 把我們的台積電全部儲清了 另外一個我們的輝能 現在跑到法國的敦克爾克 投資了1700多億 結果我們台灣只有42億 所以現在對我們來看 賴清德跟蔡英文的這個團隊 老百姓的感覺是 奇怪怎麼會是這樣 沒有最扯只有更扯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我們說 他又在成立所謂的國家隊 我們好奇的是 滿城金氏國家隊 到底有沒有真正解決 台灣人民的問題 還是真的在搞仇庸 因為我們現在看的一個狀況 就是剛才明君你講了 賴清德跑到台灣頭 當然可能感覺到了 林佑昌的一些餘印 他覺得很開心 他就說了未來如果 他說如果他當選總統 他要在行政院設立所謂的專案辦公室 要加強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可是剛才明君你已經問了 奇怪 民進黨執政的這七年成立了所謂的國家隊有三十個 數都數不清好多 現在是樹大就是美嗎 難道他是中了毒嗎 辦公室有十個 我們等一下再來檢驗他們的一個績效 因為他這樣的一個作為 就連原本我們講的時代這種所謂的小綠綠 連魚掐欠全部都跳出來 因為他們現在懷疑是不是全部都在撒幣跟操弄選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實力發言人講了些什麼 他說民進黨政府過去七年成立了十個專案辦公室 其實是超過的 數個國家隊 三十個 三十個 但最後找不到解方 然後中央也不積極的推動修法 投入人力 所以他認為這個整個的做法就是疊床駕屋 難道綠營只剩下所謂的口號治國 可是我跟民軍報告 其實不是口號治國 叫做符咒治國 因為他只要給你貼一個國家隊 就好像好棒棒 什麼都能解決 所以看到了整個一個狀況下 現在我們國民黨的馬文軍委員 他又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去年的詐欺辦有四萬六千多人 因為為什麼我們有打詐國家隊 對 記不記得 等一下我們講到1.500 用兩張A4要了13億 好 馬文軍講了些什麼呢 4萬6千人創下15年來的最高紀錄 過去的案件有3萬件 可是你看我們剛才講了 他又是不是有嫌疑在豢養他自己的人 所以所謂的1.5的半套的打詐國家隊 當然被人家這樣一講 我們的陳建仁 這個溫暖堅韌的隔毀 當然不服氣 他心裡想他一定要幫賴清德講講話 可是我跟大家報言多必失 陳建仁講了哪些話我跟大家報 他說 他舉例了 年改辦公室 洗錢房治辦公室 能源減碳 各位好朋友我們跟大家報告 我們都是真新聞 年改辦公室 勞保跟健保 所謂的勞保的破產問題 破在眉睫沒有解決 洗錢辦公室 對不起 陳明文的三百萬有沒有解決 沒有解決 能源減碳那就更不像話了 現在你看到我們整個風光店的 一個企業的一個敗壞 所以他現在講的話 對我們來講全部都是幹話 只是我們的賴清德沒有想到 為什麼他會這麼夠朗丸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們來跟大家解讀 第一個賴清德請問 他有沒有當過行政院長明君 當過一年四個月 他今天講的問題 他說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要成立專案辦公室 要幹這些事情 對不起 有一部電影 功夫 還是西遊記 你為什麼不早說呢 如果真的這個這麼重要 你行政院長說什麼不做 對 你現在就可以做 你不用等到你當選中 第二個 我們檢驗一個人都是看 不要說蓋觀論定 都看你過去的績效 對不起 你在行政院內 五缺的問題你解決了嗎 前幾天我們在談的 所謂的數位身份證 是你任內發起的 你解決了嗎 好 回過來 我們來看他台南本命區 之前發生的事情 88槍 盧沙案 邱莉莉莉等等 對不起 這些都是我們賴清德 實際的一個績效 因此我們看了 賴清德當了一年四個月 所有的問題都沒解決 我們的好情 缺水缺電 缺力缺共缺台 對 五缺 對 你當時就沒栽調 你當時做總統 你就有栽調 這對我們台灣善良的台灣人民 當然會懷疑 因此你來看一下賴清德 結果不希望他當選的人 49點 已經超過一半 所以我們才說賴清德 或許要好好的想想 到底他自己在幹些什麼好事 他真的有能力 會不會得不配位 我覺得這是他應該要好好 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今天有一場 陳韻臻要辦的挺郭記者會 外加他的好朋友 宣明志 要幫他辦一個挺郭業業 就今天突然都喊咖 郭董是聽到什麼樣的消息 為什麼突然喊咖 其實現在大家真的都非常好奇 因為民進黨已經定於一尊 我們也知道民眾黨大概就是柯文哲 所以這史上最詭訣的國民黨 就沒有遊戲規則了 到底會怎樣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最新的一個狀況 當然第一個就今天原本早上11點 在台北我們對面的天成飯店要舉行的記者會 陳玉珍委員 對 最挺郭董的委員 對 他說前一小時寒停 他告訴我們是說接待了郭台銘的通知說要取消 郭董跟他說不要開了 對 所以當然事出必有因就覺得有點貓膩 只是大家不曉得發生了些什麼 第二個奇怪的事情是說 連電董 榮譽副董 我們大家都知道 宣明志是挺郭的 宣董 他原本在今天晚上是要舉辦一個挺郭的夜宴 可是在今天的中午他也是說因為有各方 各方有太多的誤解和誤會 所以擇日再辦 因此我們現在就想說奇怪 難道郭台銘還沒行 他已經知道主角不是他 還是說新人不是他 現在是要你賣到要祝你幸福 還是要你賣到要讓你入戲 當然這場大戲大家就要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們就發現奇怪 這之所以會發生這麼一個 跟昨天晚上很有關係 差了一個晚上就差了很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朱立倫主席做了些什麼 知情的人士告訴我們 朱立倫主席昨天 因為17號就要公佈 就明天 破載眉燒 所以他分別跟郭台銘跟侯友宜 提出了民調 黨內縣市走場意見 告訴他們說 現在是不是感覺上我們看到了 就今天沈智慧有講 感覺情勢往所謂的侯友宜倒 是不是對侯友宜有利 可是一個很有趣的跟明君報告 其實我覺得朱立倫有在做準備 所以他不只邀請侯友宜出席明天的中場會 其實他還是有去邀請郭台銘出席 所以郭董也會去那邊的中場會 我覺得等一下要看一下他們到底 因為他今天中午又去郭董家了 對 二度 因為這個東西我也覺得很 有可能我再跟你溝通 到底是你還是我 我剛才講到新娘不是我的話 我到底怎麼樣在我當初 宣佈的這麼一個 所謂的正氣凜然的狀況下 我怎麼樣收尾 可是文綺哥 我好奇 為什麼他分析 目前情勢對侯友宜有利 應該這樣講 就是不管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個 就是說對於侯友宜跟郭台銘 雖然各有支持者 我們來看一下侯友宜的一個條件 當然他有底氣多次表 他願意參加2020 全是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最近看到 不管是原本的蔣跟黃 或所謂的這種地方 限制中的一個系統 挺侯的確實是存在的 包含多數我們看得到的 目前台幣上的立委 是這個樣子沒錯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私下他們當然一定都有做民調 侯友宜當然對他們這一方而言 他們講說我們的民調 都勝過郭台銘 那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你似乎看到 最近他們演的 跳Tango的這種雙簧的一個遊戲 侯正營跟黨中央 其實似乎在台銘下 早有默契 這哪來證據 所以你才會看到 因為他說其實朱立倫早有準備 因為他們說 侯友宜提前結束總質詢 就民進黨的質詢團隊結束後 其實國民黨是稍微比較放鬆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說 在這個所謂徵招的 三個基礎都領先的狀況下 到底明天誰會花落誰家 我覺得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感謝文綺哥 到底蘭茵的這個總統 曾遭人選花落誰家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榮幸 請到了這個燕秀委員 因為蘭茵的重要人士 你自己有沒有掌握一些消息 為什麼郭董突然會取消了記者會 跟很多蘭茵大佬吃飯的夜夜 難道說他早就已經聽到風聲 新娘不是她 或者說他也接受了朱立倫主席 她的說服 她的勸說了嗎 我覺得今天的取消 勢必跟昨天的會面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昨天的會面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其實黨中央也好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當中 其實保持高度的機密 因為每一次公民黨的事情都有 黨內高層人士 黨內黨務人士 日情人士 對 日情人士放話 所以昨天的溝通肯定是影響今天郭董 去處理這些參會或者記者會的結果 那但是我覺得我所知道的就是說 所謂的徵召它一定是有科學數據 還有加上一些綜合評估考量的結果 那這些科學數據就我知道的 無論是黨中央近期這一段時間 所做的滾動式的民調 還有包括郭董 還有台面上各家媒體的民調 其實大家都會攤開來一起看 那為了不讓其他政黨有機會 去影響國民黨的民調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沒有說民調是什麼時候開始做 而是大家都有默契的 大概是相信滾動式的民調 然後包含現在媒體有公佈出來的民調 都會是在這兩天黨中央跟兩位候選人 主要候選人之間 大家攤開來討論的一個結果 但是外面放話說 什麼郭董只有四位 很多不同的訊息 我覺得不全然正確 現在看起來明天最後公佈的結果是比較大 但是我相信到現在這一刻 黨中央也好 還有關心國民黨所有的好朋友 包括馬英九也好 大家都可能在做最後的努力 怎麼樣讓大家在一個team裡面 接下來這七八個月在一個team裡面 看到中華民國的未來 國家的未來 讓人民過好日子的未來 大家都在努力這一塊 所以現在的訊息很多很亂 我昨天晚上剛接到電話就說 應該就是侯友宜 才掛完電話不到五分鐘 結果有人打電話來說 我聽到非常高層了 應該就是郭董 我聽到都錯亂 假設明天的這個結果是侯友宜好了 那你能夠避免發生上一屆郭董的事情嗎 即便郭董能夠接受 但是我相信各自的支持者如何團結 所以我覺得對國民黨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徵招的結果 而是在徵招之後怎麼團結 那才是最後關鍵的時刻 台灣淪為詐騙之島那怎麼辦呢 今天最新消息立法院三讀通過 未來私刑拘禁 凌虐致死 會判處無期徒刑 可是才無期徒刑這樣夠嗎 好像治標不治本 因為網友爆料 他到成品數據買一本書 這書名叫做阿公打來怎麼辦 就中共打來怎麼辦 結果居然接到了統戰的洗腦電話 玉鳳這根本是AI等級的詐騙 他怎麼知道我買什麼書 我心裡在想什麼 對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好 台灣人最討厭的事情就是詐騙 我們身邊有非常多的朋友 沒有遇到詐騙 連我自己的阿伯在玉鳳都被詐騙 詐騙完之後呢 打電話給我爸爸就說 你劉鳳在台北你太麻煩 我跟玉鳳的長官講 長官說沒有辦法 抓不到 抓不到最後 我阿伯被騙那筆錢怎麼辦 我自己他要不要拿出來 跟阿伯講說阿伯 你不要再被騙了 你是真正的受害者 對 都是到我們這裡 好 你現在講說立法院 身處通過私刑拘禁 要凝略致死的話 追蹤無期徒刑 我們先來講一個觀念 罪刑法定 你犯了什麼罪就有什麼刑罰來對付你 你說詐騙你不抓 或是你抓不到 你弄了這個案子 好 你覺得過了去有意義嗎 一點意義都沒有 如果你私情激進 他本來就強制罪 如果像在清朴在的事情 你把他打死了 那就是殺人罪 其實跟這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就是你犯了什麼罪 你就是去做什麼一樣的刑罰 那你說清朴這個事情 你覺得這些東西他們就會怕嗎 我告訴你 詐騙集團的腦袋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告訴我寧願致死 最重無期徒刑 我幫你打到快死的時候 再請醫生過來幫你 對 就不要弄死就好啦 就不要弄死就好啦 所以回到源頭 一切的一切還是什麼呢 跟詐騙有關係 那我們在想說 在成品書局有一個女生 在成品書局買了一本書 叫阿公啊 打來怎麼辦 結果沒想到 真的有阿公打電話來 好 我們先說 為什麼這是AI等級的一個 太強了 一個詐騙嗎 竟然我這邊打了 我買了一本書 阿公啊打來了 沒想到阿公啊 真的打來了 好 成品書局在刑事局的統計上面 簡單來說 他就是老客戶 刑事局每一季 一季多久 三個月 他就會累積說 有誰有誰有誰 好 我們不客氣的講 書局兩個 一個就是伯克萊 一個就是成品 老是榜上有名 然後呢 各自always在外面晃來晃去 對 晃來晃去 在過去來講的話 有一個說法 就是成品的各自在裸奔 什麼意思 你只要買了他的東西之後 你的個資就是完全沒有辦法來隱秘 然後那個公司成品的一個 他也沒有辦法把這個資安做好 所以東西就是一直丟出來 一直丟出來 一直丟出來 然後你在每一次的 我們講了嗎 三個月一次 每一次都有它 好 我們先來看 有一些什麼 在過去來講 有威秀影城 然後有一些什麼蝦皮拍賣 這都是上榜的 對 這都是上榜的 然後反正你這個成品書局 是小單子也有 什麼叫小單子 就是每一季都有的 然後大單子 每一年的去年它也有 所以成品的東西 你被駭客弄進去 我覺得也不意外 所以為什麼這個人在 買了這一本 阿強打來了 阿強就真的打來了 因為成品書局 其實它的個資外洩 裸奔了九個月 報案件數破了九百件 那有人去處理嗎 沒有人去處理 我們的政府做了一件事情 你看刑事局這麼辛苦 把這些東西統計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不要去這些平台買 但是有些時候 你不得不 成品它有一些特殊的書 像我自己 如果有一些國外的書 也是去成品買 那買了之後 我就關機三天 我就是 因為我很怕 我自己有時候腦波弱 我就被騙了 我就關機三天 希望詐騙集團 可以放過我 放過小楓 不要來騙我 這民狀自救也太可憐了 就是人這樣子 然後你不知道 他的手法是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經濟部 他的主管機關是經濟部 因為他是書局 經濟部商業司的處理方式 是寫了一封信給他 叫你自行查明原因 並提出改善的一個措施 但是他有嗎 他沒有 他的個資 他客戶的個資 還是依然在裸奔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 你買了書之後 電話馬上就進來 但是我們要想的一件事情是 過去政府都沒辦法 都沒有動 也拿他沒折 然後對成品 現在也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這樣 謝謝指教 不管你想怎麼樣 可是當有這個統戰思想的電話 來的時候 不一樣了 整個政府跨部會 國家隊動起來了 開始積極了 對 助衛發展部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大家都在笑他說 你就會做點線面 你會做UberEats一樣的工具 不 助衛發展部要去成品 要進行實地考察 而且這些東西還要跨部會來看說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統戰 很多網友就講了 如果你之前在他資料裸奔的9個月 你就去把它處理掉的話 會不會有後面的這900件的詐騙 不會 就不會有900件的詐騙 我覺得民眾好像有人說 是不是我騙錢不重要 可是我被統戰反而還更重要 對 如果你被統戰之後 感覺上就按到了他的開關 不行了 這件事情要去查了 但是我們也希望 不管是不是統戰 不管是不是各自外洩 真的 成品你這個事情 你一定要把這個洞給補起來 你公司的資安拜託花一點錢 你生意做那麼大 你花一點錢把這個資安做起來 不然的話民眾真的很辛苦 因為現在民眾你要很小心 你不只是要確保你自己不要被騙 如果你要去檢舉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165有一個東西 他就說你增設一個 檢舉的詐騙平台的廣告 好 這個平台你知道嗎 也不容易 這個平台就是說 你過去我們都會寫說 我看到了某個廣告 一頁四的臉書廣告是詐騙 我丟上去就好了 你就要去把它給BAN掉 或者是你要去跟臉書講說 這個人是詐騙 他下的廣告都不可以 沒有那麼簡單 你丟上去一個網址 比如說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明君 但是他要求你另外一個網址 那真的在哪裡 你要當小偵探 你要當小柯南 對 就像我今天的衣服一樣 你要變成柯南 你要找到真的明君的 然後你要給他對比 AI對比之後才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一般的民眾有辦法嗎 對 而且做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有更多人被騙了 對啊 我們講一個數據好了 光是2023年4月總共投資詐騙 被騙了多少錢 2億8千萬 2億8千萬的情況是什麼樣 就是我們人民的所得 人民的生命財產 人民的錢都被騙了 而且平均現在詐騙集團 48天才被識破 這就是為什麼 你在48天之內 其實我們的警方真的無能為力 也沒辦法 那最可憐的是誰 是我們的憲哥 越有名越容易被詐騙 你現在只要上網去划 Logo Key 你會看到吳宗憲的一個影片 你看那個影片 他的口氣 口吻 哎唷 見鬼啦 這個我們就要100個名額 反正就是減肥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不要再來找我 真的憲哥嗎 你看起來你真的覺得他是真的 而且他發布 你覺得人會講說 第一關 這真的是憲哥嗎 會不會是變臉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發布的單位 大媒體 他用的是大媒體的Logo 然後他就直接寫了XX新聞台 你就覺得那可能是合作的娛樂的新聞 但是你再下去發現 怎麼可能他直接告訴你說 多久可以減幾公斤 而且他那個Kilo數是不合理的 怎麼可能一個禮拜減9公斤 這樣不會出人命嗎 所以他就自己出來說 不行啦 這個除了影響他的生意 因為他自己有在做一些產品的一個導購 除了影響他之外 其實如果有人被害出了一些生命的問題怎麼辦 他就直接講說 只要有盜版騙了 就直接判96年有期徒刑 但是我覺得憲哥這個也只是氣話 就說一說而已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的政府真的是無能為力 那我們講到這個 之前名人被利用就是盛竹如 盛竹如他自己也提出聲明 就是說他也是被冒用感覺很無辜 那這個盛竹如先生他是代演一個IMB的借貸媒合平台 騙了台灣人25億元 可是可怕的是在背後的首腦 根本在演神鬼交鋒真人版 好 我們來講一下 盛竹如先生他這個IMB 什麼叫IMB I am a banker 我就是銀行 我就是可以借錢給人家 好 我們先來講一個歷史故事 過去有一些平台他叫什麼 圈圈XX Bank 那監管會說不行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就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好像讓別人覺得你是金融機構 對 其實他是做一些比較利息比較高的一個放貸 那些東西都不行了 他就直接弄一個IMB IM Bank 然後呢 月息0.5到1.65% 你先想看 月息1.65% 如果乘以12的話 年息也是將近10% 10幾% 聽你現在有那麼好的事情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叫做國偉 他以前不叫國偉 他以前叫做小保羅 他做什麼的 2012年的時候呢 他還是帶著兄弟 然後呢 去強佔人家的工廠 然後的紡織廠 然後放貸以後呢 把這些東西機具設備賣到大陸去 賣到越南去 可是呢 他第一次被抓之後呢 他就洗心革面 他就重新的想說不行 我要把這個詐騙變得更高端 然後他除了把這些手法 變得更心靜之外呢 他的臉也變了 這是同一個人嗎 這同一個人啊 你看喔 小保羅2012年 在當保羅集團 在做地下錢莊的時候 你看是不是有點殺氣 然後呢 到2016年 在被抓的時候呢 感覺上是不是變白了 好像有去打美白針 然後到2020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是跟 綠營權貴走在一起 參加一些基金會的活動 造型就完全不一樣 戴上眼鏡 是 頭髮往上梳了 然後呢 還好像變得蚊子冰冰的 甚至皮膚都變白了 所以你從2012年 2016年 2013年 你覺得只靠這個樣子 外型的打扮 有辦法騙到那麼多錢嗎 他更厲害的是 你看喔 他去參加這些活動 我相信啦 這些活動不是阿貓阿狗 可以去的啦 如果我今天在路上 遇到了明君主播 我是你的粉絲 我們拍張照好不好 開張 你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他 那我們半個工作人物 我們不太可能跟他拒絕嘛 可是這看起來不像是 這是一個參訪 對 這是一個活動 這裡面都是綠營大咖 裡面這個都是 想叮噹的一個人物 在裡面 你可以進去的時候 包括現在的議員 然後之前的立法委員 每個都是大咖 你可以進到這個活動裡面 然後再加上一些 政治獻金的一個捐書 當然不是捐給他們 他有其他的門路會捐 然後再加上 贊助一些文教活動 比如紫風車的活動 他想像一個大善人一樣 然後整個弄下來之後 其實他炸的不只25億 不只 25億是什麼時候算出來的 是去年9月的時候 調查局有人去檢舉 然後他的立案 從去年9月開始 他就炸了25億 那9月之前的金額難以計數 是數倍 是數倍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這些人 有拿過他的好處 或者是這些人 知道說他在做詐騙 沒有去抓他的話 那你想想看 他這個IMB 總共幾個人受騙 總共有五千人受騙 五千人受騙 這些錢很多都是棺材本 很多都是生活必須的 所以我覺得 拿了他的黑心錢的人 一定會有一些不好的事 不漏網